裡面! 各位各員議員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再次以樂捏掌聲歡迎賴立維 來 我們繼續上課 有些人還沒有進台之前 我們知道溝通 溝通是不是很重要 有人說說不通話就變成雞同鴨獎 會不會有這樣 你說預算 我們一開始就講 預算也是一個溝通的語言 你知道這語言其實也很趣 你如果說講得好可以溝通 如果講不好的話 差別就很大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這個笑話 他說現在的年輕的女生 現在年輕人都不會說台灣話 聽說台灣話說起來就這樣 離離落落這樣 不會練回這樣 然後有一個笑話就是說 有一台飛機 空中小姐 他講的台語言 你們看看他這個講的是怎麼樣 他說一般飛機他載的都是阿公阿婆的旅遊團 飛機降落之前通常都是廣播稿 廣播稿的法語 國語說起來是這樣 各位阿公阿婆 這個我們的目的地已經快到了 請準備好你的行李 我們就要著陸了 等一下大家就慢慢走 我會在機門口跟大家說拜拜 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如果國語這樣 那個空中小姐 國語講完 他就開始也要用台語 再廣播一遍 但是這個空中小姐 她的台語說起來就是這樣 很醜 她說起來 把剛才那個電話翻成台語 你知道嗎 那個空中小姐 我們一個人向來這個選擇 阿公阿婆也反正我 顧他公罵 阿公阿婆也反正我後依公罵 阿公阿婆也反正我 都沒問題 要向上 阿公阿婆也反正我 這個就是說如果找到華語版國語的廣播稿 其實有沒有問題 一點問題都沒有 你如果說台語 你如果給人家翻譯成這樣 會不會被人家罵死 如果說我們 如果我們是在阿公阿婆 我們坐在家裡去聽到我們一定會怎麼樣 好 這個講個笑話啦 因為我想這個通常第二節上課之前 要把各位的注意力集中最好的方法 不是說請大家注意 請大家注意 你在講說大家注意 絕對沒有人會注意 你就跟他講個笑話 我想這個是大家最容易注意 這個是以前 這個不是我說的 這裡以前有個報導說 很多在台灣 日本公司 日商公司 他們每天早上比如說八點鐘他們要花十五分鐘 在那邊什麼唱 不是笑歌 就是說他們公司的歌啦 或者是說在那邊升旗典禮 有時候你要想想說很奇怪的 這個公司請員工要付薪水給他 那找他們來做這些東西 好像沒有生產力 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其實人家他們那個什麼 那個公司的老闆有算過啦 因為怎麼樣子 因為我們很多人 是不是早上八點鐘 去上班之前 怎麼樣子 才把小孩子 有些太太是 把小孩子充氣幼稚園拿到來才開始怎麼樣 打電話問說小孩子怎麼樣 跟老師講說 小孩子怎麼樣 那電話可能一講就講半個小時 那有的人是早上家裡還沒有吃早餐 來公司才開始吃早餐 那有的人是什麼 到公司才開始看報紙 有沒有這樣 有 所以一個最好的方法就是怎麼樣 沒關係 你要打電話 你要看報紙 要吃早餐 你最好在八點以前全部都做完 那八點鐘的時候 我們大家就集合一次 會不會 你總不可能說大家在集合的時候 你帶早餐在那邊吃吧 所以說他寧可花十五分鐘 但是讓大家把什麼樣 個人的事 家裡的事 做一個什麼樣 做一個切割這樣子 有沒有道理 有 所以說這個我們講一個笑話 雖然不是很好笑 但是 這個是還蠻有效的 我個人覺得啦 可以說讓大家 提審 對啊 這個講溝通 剛才說的是一個 年輕人 年輕人 不是說那些什麼 不是說要坐飛就沒問題 我們在鎮家一伯伯 他就說不要在坐飛車 一邊就去台北 要看學生 他就去車頭買車票 他買到什麼 他是買萬車的車票 他去坐 坐到什麼 坐到快車啦 快車 那個列車長就來看著伯伯說你坐不著 就說伯伯 你這車票要補票耶 這伯伯就很奇怪 說 車票要補票 車票加就加要怎麼補 加就加要怎麼補 我還會說 不然這個加 加也很高 不然你要補 你拿去補啊 這個加上的這個列車長就說這個阿伯 可能聽說不是阿伯 你這個 不是補這個票來補 是說你坐這個車票 坐車比較慢啦 我們這台車塞得比較快 所以要補票 阿伯就說不然你就叫輸去塞得比較慢耶 我要沒說時間啦 這個列車長就覺得阿伯 你可能講得更白一點啦 不是 阿伯啊 你剛才說 這個我們是要發錢喔 這阿伯就很想要去說 這什麼政府啦 我就站著 站起來站得比較快要發錢 這車可能是塞卡班要發錢 好 所以这个沟通很重要 那我们讲讲议算 其实议算本身 它最后来说也是什么 政府跟人民的沟通 那怎么沟通的话 我们来看 沟通的话它就是透过什么 透过政府每年要编列议算 那议算怎么编 当然它就要编一个什么 议算书啦 要有一个书面的资料 我们知道你到底要编买什么 那议算书长得什么样子 议算书来讲大概就是 长得这一个样 这是去年的103年的 中央政府总议算 这个 这个是议算书 它这个是一个封面 它其实它是通常是一本 一个单位就一本 那这一本里面 因为各个单位不一样的话 所以内容的多寡都差很多 有的单位可能最多 可能像什么 像交通部可能是最大本 为什么 因为交通部它下面的单位 互属单位最多 而且它的经费也最多 所以有的单位来讲 可能就是比较少这样子 但是它里面的内容可能会多寡不一样 但是它的内容都不外乎有这几个 第一个当然就是什么 一个议算书的一个封面 你一个议算书 你一定要标示出来说 你这是什么议算这样 那里面的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说 内容可能是五花八门 但是基本上来讲 都是有这三个 三个项东西 一个是书表的名称 那个就是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一定有一个什么 总说明 这个可能有点不清楚 第一个就是总说明 然后第二个是主要表 还有什么 互属表 这三个东西 议算书里面 虽然不同单位 它编的议算书都不一样 但是议算书都一定会包含 这三样东西 那总说明 总说明是什么呢 总说明的话 它每一本议算书 它一定会有一些什么 一些书面的这些文字的叙述 它是讲说 它这个单位 它的执掌 它的做什么 它的施政慌针 用一个什么 一个背景说明 因为一定要有这个背景说明 你立法委员才会知道说 那你到底这本议算书 你的强调的重点是什么 你到底要诉求的是什么 所以这个一定是一个什么 总说明 然后再来呢 再来一定会有几个什么 主要表 那有这几个主要表的 有三个主要表 一个是什么 税路的来源表 你这个总说你这个预算书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什么 你这个税路 你税路是 但是你的税钱要从哪里来 我们知道说 我们预算审查很强调的是什么 是税出对不对 但是并不是说代表税路就不重要 所以它编预算的时候 你一定它要来一个什么 来一个什么 税路的一个来源表 那我们知道说 税路来源表的话 政府的税路有哪些 有哪几个来源 税收对不对 克税是不是政府的一个税 政府的税的资金的来源 不外乎有三个 一个就是什么 克税所得 它是什么 跟人民克税 这是政府最主要的 第二个是什么 那个发行负债 那个什么举债 举债包含发行什么 发行公债跟什么 印钞票 政府可以做的是什么 它可以发行公债 它可以向人民借钱 可不可以 所以它发行公债 在中国那个时候 抗战是民国26年 到民国34年 抗战时候 那时候四川有个军阀 叫做什么 叫张花魁 这个有个 他都实际上跟外面讲说 我对我实际上的人民都很好 但是我都怎么样 我都不给他们加税 那不给他们加税 那你说什么 他都什么 他的钱都拿来 他都给人民用什么 发行公债给人民借钱 听说他那时候借的 发行的公债借钱 已经借到民国100多年了 民国20几年的时候 已经把钱借到 所以政府一个什么 他除了克税以外 他另外一个就举债 举债有两种 一个是什么 发行公债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印钞票 印钞票 这个也是政府的 只有的权 政府才有的权利 我们自己可不可以印钞票 我们当然不可以 那第三个呢 政府的税入来源 第三个是什么 就变卖资产 变卖国有财产 那这三个来讲 你们认为说 哪一种最好 站在人民的立场 不对 政府站在人民的立场 如果说是政府最负责任的话 是用克税的方式 是最负责任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克税的话 是谁来负担 就是当代人 就像我们来讲 他如果给我们克税 那给我们克税来讲 我们负担来讲 我们会不会痛 会啊 我们会不会叫 会 因为当代人 当代人的负担 那你如果说是 负债呢 是举债呢 是由谁来负担 由下一代的人来负担 下一代人在哪里 不知道 会不会叫 不会叫 那变卖财产呢 那是上一代的人来负担 那上一代的人在不在 也不在啦 反正 我们 当代人说的 如果政府要做 撩买的 快点 就是开开 开了就会 在政府换人 这三个来源里面来讲 其实 克税来讲 是政府压力最大 但是是 其实是政府 是比较负责任的 所以政府来讲 一般人来讲 都认为说 政府最好不要加税 其实有时候政府也是讨好人 你说 像 像这一个什么 这一次是地方 地方的这个议员的选举 所以比较不会 如果像立法委员选举 有些立法委员 讲都讲讲 他的证件说 政府不加税 其实政府不加税来讲 好不好 他不加税的话 他就是去借钱 或者是去变卖财产 那个就是怎么样 其实政府反而是喜欢 不要加税的话 他去变卖财产或者去举债来讲 他比较习惯了 那你如果说是加税的话 你就要交代的很清楚 说你这个钱拿了以后 你要用到哪里 值不值得 有没有效率 所以说这个税入一定会有 他的主要表 一直就表示什么 税入的一个来源别 他是按照你这个钱 是从哪里来的 那我们知道说 政府的税入大概是有三个 三个税入 那第一个主要表是税入 主要表是税入 那第二个主要表是什么 这个税出的表 这个表都 刚才那个表是说 你这个钱 你要花多少钱 你钱从哪里来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说 那你钱你要花到哪里 是税出 那税出的话 他又分成两个 这个是先按什么 正事别 是说你钱 你钱你要花到什么地方 对不对 这是税出的什么 正事别 就是说你这里 这个可能都很模糊 可能不过没关系 因为这只是 只是个患本而已 这个不是很重要 我们知道说 按照正事就是说 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这个比如说 这个如果教育部的话 你是花在什么 国民教育还是什么 什么社会教育 什么教育 你把这个正事别 那除了说 税出别以外 还有一个什么 税出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表 要编两个表 一个什么 除了刚才的正事别 还有一个什么 机关别 机关别就是说 那你这个钱 是用到哪个单位 因为你的议算里面 你是用到比如说 内政部 内政部的警政署 还是内政部的什么 什么营件署什么署 每个单位 按照正事别 这个是我们的单位别 那我们除了说主要表 总说明主要表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 就是户属表 户属表那就五花八门了 因为有的有的单位来讲 他的这些议算比较简单的 可能是五六 只有五六张的户属表 那有的单位来讲 他的议算比较复杂 这户属表可能就是什么 好几十张啊 那户属表就是说 刚才那三个主要表里面 他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去说明 去提供他的明细的 他就在编一些什么 户属表啊 那最比如说像这一个的话 我们这举例 他税入项目有一个什么 说明提要表 刚才是说税入 那再进一步来讲说 他有哪些说明这样 好那刚才是我们介绍 我们预算书的内容 那接着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现在我们节省时间 我先把他这个 预算编制常见的这些缺失啊 这是站在我们的立场来讲 我们讲说他缺失 搞不好这是 站在行政单位 搞不好这就是 你们很够编的 你们说的的美国啊 他们的我们节省时间 我把他全部 我找出来的十项的话 我们全部把他 OK 我们全部把他印一下 好这个就是说 在实务上来讲啊 政府编的预算 常见的一个缺失有什么 好我们说 第一个来讲 我们要注意是说 他的预算编制 没有 有没有配合国家的 总资源跟供需模式啊 好就是说 你拿到一本预算书来 不是你在审查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说 对方可能会有哪些问题 你要去看 不是说 拿一本书来 你就是这样 好从头到尾 你就 你就随便乱缓 那个一定看不出什么 那怎么看 好 第一个你就看说 他有没有配合国家的 总资源的供需模式啊 这个我们知道说 你一个预算的规模 好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的马总统 他在上次那个选举的时候 他讲633 633代表什么意思 他提出的承诺说 他的我们每年的经济成长力 是6%对不对 但是我们来看 从他就任以后 我们的意思 我们的经济成长力 有没有6% 从来没有6%过啊 那既然总统他讲 他的经济成长力 他的规模是6%的话 那 其实照理讲你的预算 要不要配合这种 经济成长规模来编 要啊 但是 你如果按照那样来编的话 我们是不是每一年 我们的预算 根本都失真了嘛 对不对 因为从来我们从他就任以后 他虽然讲讲说633 他讲到6% 但是我们 那个GDP的成长力 从来没有6%过 那你如果根据6%来编的话 这个是不是说 就是一个错误的 你基本的假设是错 你整个的预算是错的 第二个来讲就是 税入低估造成国家资严嫌疑 税入低估啦 这个政府来讲 他会不会有税入低估的现象 会啊 这个前两个月 两三个月有没有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消息 差不多七八月那时候 我们那个 应该是八月份 还是九月份 那时候 报纸也写 我们财政部在讲讲说 我们的营业税啊 我们超增了一百七十几亿啊 好像报纸还登得蛮大的 好像这样子财政部很厉害 其实这个有没有很厉害 这个其实现在要打屁股啊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为什么你会超增 为什么你会超增 营业税会超增那么多 这有两个可能嘛 一个就是说啊我们 我们的经济没有 比疫情中好的太多 这个有没有 台湾没有啊 对不对 我们从经建会 那个 那个经济部的 他们所 所发布 我们的经济并没有说突然好很多啊 对不对 第二个可能就是什么 就是你当时一开始编的时候你就什么 就低估了嘛 你就少编了嘛 少编的话为什么他要少编 因为他少编的话是不是说他的税收 他是不是他的绩效就比较容易达成 有没有可能 有啊 但是你这样比较容易达成的话 这代表就是说你的这一个什么 你低估的话 对我们整个国家的议算会造成什么呀 因为我们一直 我们要有个观念 我们是量出为入对不对 反正你这一个支出是 如果一环审查过了 你这个支出是固定的 那你就要有各种的 各种的来源来来 支应这些支出 那你把这个税收的支出 的税入了啊 你把它低估的话 那代表是什么 你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 收支的这些缺口 那缺口的话 你是不是就是嘛 你就要去怎么样子 去举债啊 你其实你本来可以不用举债的 但是你因为你低估了以后 你就去举债 举债好不好 举债的话要还的呢 而且举债要付利息呢 对我们的整个的财政是不利的啊 所以说像这种的话 我们知道说 税入低估的话 在行政单位 他很容易去低估 因为怎么样 他宁可在收入的时候保守一点 然后到时候 他就比较容易怎么样 会有一些增加一些意外 那像刚才我讲的 今年财政部在讲说 营业税超增了 七月份到八月份 那时候就超增了一百多亿 那其实 这个都是怎么样 都是有问题的啊 那很多人 很多人或很多媒体 甚至还觉得说 啊 这样很棒 其实这个好不好 这是不好的啊 第三个就是说 税出结构 无法均衡各项的 国政啊 这个 你这一个支出的话 其实你税出的结构 可以看得出你政府 你的做事情 你的重点是在哪里啊 这个 刚才有讲 如果说我们的行政业说 我们今年要照顾中小 弱势族群 那你去看他的社会福利 有没有增加 社会福利的 支出比例是多少 你就可以看出他的什么 税出的结构 那你可以看出他的这些结构的话 这个现在 现在有比较 比较好一点啊 以前啊 在民国六十几年 七十几年的时候啊 我们的整个的 税出结构比例最高的是在哪一部分 国防 国防支出占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政府的财政都快到三成了 三成多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 大部分的钱都在国防 那你会不会排挤到别的其他的的支出 当然会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 我们这一个 我们的结印 为什么晚了 晚了 晚了十几年 二十年才才盖 对不对 那我们的国民交易的金货 会不会受到排挤 会啊 所以这个的话 我们在审查的时候 我们看是说 他这个 税出的结构 有没有均衡的发展各项 其实不是说国防不重要 但是你不能说 为了国防你把什么样子 排挤到其他的支出这样子 那第四个就是 中央集潜的财政结构 影响地方自治的发展 这个 中央集潜的话 因为我们台湾来早期啊 我们都是台湾 我们这个在座如果稍微是像我一样 如果说四年级或者是更早三年级 四五年级以上的人来讲 你一定会印象说小时候是不是说 我们整天我们都是要缓攻大陆 是不是我们整天都在缓攻大陆 所以那时候整个的政府把台湾的一个发展目标 就是台湾只是个复兴基地 只是要缓攻大陆 所以在 因为你整个的目标都是在缓攻大陆的情形之下 所以他就一定要集中所有的财力 人力物力嘛 那要采取集中的话 所以就会采取什么 采取的是中央集潜的财务结构 所有的财政权都是在哪里 在中央政府 那会影响到什么 地方自治的发展 这个 这个像我们 像我自己我是彰化乡下 我们那一个乡 那一个乡 我们那个乡下 一个乡啊 一年亿算才多少 这个扣掉一些以后 剩下的差不多不到十亿啊 一个乡不到十亿 那不到十亿里面 你户掉的这些 里面呢有很多是什么 那些 公所的人这些人事会 户了以后 剩下没有多少钱 那在没有多少钱的情形之下 你 你在乡里面能够做什么事 你办什么活动也没钱 你要修个水锅铺个马路 什么都没钱啊 那要钱怎么办 要钱就是说你就提计划 所以什么 就要靠议员啊 靠什么立委去帮我们争取是什么样 那你去拜托这些 拜托人家去向中央争取 那你要不要听中央的话 要啊 所以他就是利用这种金会 中央集险就来控制你地方 那你地方来讲 你就没有这种财政的自主性 你说你要我们 我们这个乡我们要办什么活动也没钱 我们要大概除了那种 例行性的修水沟啊什么 路灯这些支出水电会这些支出 剩下几乎没有什么 所以说这个就是会怎么样 影响地方自治啊 所以会造成什么 中央跟地方的不平衡发展啊 这个像这个中央的话 有很多钱是多到什么 多到多到用不完啊 有些钱地方是穷得要死啊 像我们这个中央的话 我们很多钱像比如说 我们是明年后年吧 我们不是要四大运吗 那要花一百七十几亿啊 那你想想看 有时候我们要想想 不是说我们反对提议啊 只是说你把这个钱像这样的话 那前几年台北市办的花博 花了差不多三百亿啊 花博留下什么东西 啊 对不对 各位想一下 花博留下什么东西 现在很多人都想花博 花博 只有那几天去看 好像去逛公园看看而已 那后来现在来讲 也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 当时为什么如果说 你花博要办在岩山车站 为什么不办到社子岛 最少你把社子岛那些马路都是什么 搞不好现在社子岛也比较发展一点 这个就是说什么 我们中央的话就是有时候钱就乱花 那有的什么地方就钱就没有 那现在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就是什么 以前是只有一个台北市 还有一个高雄两个直辖市 现在已经有什么 有六个直辖市啊 那你现在可能会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 直辖市跟非直辖市的钱 又有得潮啊 都地方跟地方的不平衡 这个都是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说 这个就是说中央裁货局会影响 那是第三个常见的这些缺失啊 我们在审查的时候 都是这几个地方 我们都可以 我们可以去给他看啊 那再来的第五个就是 科目的编制不当 隐藏性的费用很严重啊 这一个科目的编制不当的话 就是说怎么样 科目的宅佣啊 一般人懂不懂 一般人真的是不懂啊 这个学会计的人 这个 有人要讲讲说 你如果问一个科学家 一加一点多少 他会怎么回答你 一加一点一点九九 政府多少误差 听起来觉得怎么样 很精确有没有 你如果问一个哲学家 一加一点多少 他会跟你讲 一加一点阴阳加什么 他讲一套 你听都听不懂的东西 会不会 会 那你如果一个会计人员 你问他说 一加一点多少 他会怎么样 他会眯着眼睛笑着 问你说你要多少 你要多少 我就给你多少啊 对不对 一加一等于多少 等于等于 你说一加一等于二 谁说一加一等于二 我每次 我每次时常有时候 那时候当校长 有时候有些学生啊 有些 有些时候很多去喝喜酒 校长请上海帮我们讲几句话 我都在讲 讲这个例子 我都说 学会计的人来讲 一直在想说 都讲说一加一等于二 我说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我说像这个结婚的时候 一对年轻人 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 这个 他们是两个人相加 一加一是不是得二 不是喔 一加一来讲 因为结婚 绝对不是只有两个年轻人的事 是两个家族的事 对不对 马上又多出男方的亲戚朋友 也多出女方的亲戚朋友 所以一加一一定大于二 那一加一到底等于多少 不一定 那就看 他们这两个年轻人 他们自己的努力啊 他们如果生一个的话 就一加一等于三 如果生两个到一加一等于四 那要等于多少 那就看他们努力的成果 看他们要生几个啊 他们如果说都不生的话 那真的是一加一等一 他们如果生一个就等于三 生两个就等于四 他们如果生十个呢 现在听起来好像生十个很不可思议 ok 那所以说这个会计来讲 你说这个科目 这个怎么用的 真的 刚才讲讲说 会计你问他一加一等 他会瞇着眼睛笑着问你说你要多少 他就可以把你数字创造出来 是你要多少就多少 这听起来像个笑话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 因为怎么样 因为科目的话 你这一般人看不看得懂 我们看不看得懂 一般人绝对都看不懂 所以说它造成什么 隐藏性的议算很严重啊 刚才我有讲讲说 以前在早期我们台湾的议算里面 有一个很大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为了要缓攻大陆 所以我们的国防支出比例很高 对不对 然后结果就一天到晚被骂 所以国防部要不要改善 要 要改善他怎么改善 他要把国防部的议算降低以后 对不对 他们把很多的很多的钱就乱塞 怎么塞 比如说像我们一般的认知里面 陆海空军三军官校 这个算 三军官校是要培养什么 培养国军的干部军官 这个钱是不是应该要国防部出 对不对 三军官校的这个金会 这国防部出这天经地义啊 我们讲没有 但是国防部讲没有 三军军官学校 他们本身有学校这两个字 所以这个是属于什么 属于教育部的钱 所以这个钱要变到教育部 对不对 那我们在座 在座也有很多都是男生 对不对 以前我们当兵回来 有没有去参加教育召集 有啊 男生大部分 我想应该在座的男生 应该都有这个经验 去参加教育召集 那教育召集是 应该是什么事 应该是国防部的钱啊 这你是后备军人一定是 没有他说这个教育召集 也有教育两个字 所以这个钱也是谁 也是教育部的 所以他们就这样子 就把这个钱怎么 这就隐藏性经费啊 这个这个跟什么 就科目就乱塞嘛 那这就把教育 你说教育经费太少 有啊 那教育经费马上可以多编一些 那都用在哪里 三军官校教育召集 那国防预算有没有降下 有 但问题呢 还不是都一样 所以说这个是隐藏性的 那个国防部 后来一直被骂 有一段时间 国防的预算是 但是这几年还是要注意啊 这几年来讲 我们不晓得 我不知道说我们的 我们的政府不晓得是哪根筋 不对啊 他说要推动什么 募兵制啊 你知道募兵制是很花钱耶 对不对 你说以前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来讲 这个当兵如果说是新兵 二等兵一个月薪水多少钱 八百块啊 你说你现在 现在你要说募一个新兵 八百块有没有人要去当兵 以前 因为以前真兵制 反正 我记得我那时候 我们去当兵的时候 二等兵都要 一个新兵八百块 然后 那一等兵是一千块 然后上等兵是一千了 反正薪水都很低啊 你现在要募兵的话 一个月你好像都三万多块嘛 对不对 都差不多三万块 还找不到人啊 你看这个这个钱的话 所以现在国防部又很缺钱啊 所以这几年来讲 我发现说 他们预算又开始有在什么 又在乱编啊 因为怎么样 钱你花那么多 然后找不到人 然后他们就开始 要把这些钱 又开始到处乱塞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啊 这个 刚才我讲讲说 我不知道我们的政府 这个是哪根筋不对啊 因为全世界 在今年的那个 那个施政总咨询的时候 我就问 我就 我就问江一花 我就问他说 这个你认为中国 对我们来讲 是不是我们的敌国 有没有压力 有没有他们对我们 有没有领土的野心 江一花被我问到后来 他他只好承认说 有啊他们中国 是对我们是有企图心啊 他他 因为他如果跟我讲说 没有企图心的话 那我就讲说 我就会接着K他说什么 无敌国外患国很亡 你是亡国之论 他不敢 他就要讲说 有企图心 有企图心 是不是就这样就算了 那我就接着问他说 那既然是说 我们中国 对我们有这种企图心 是我们的敌国的话 有这种外力的威胁之下 全世界啊 有敌国的时候 没有人在实施 募兵制啊 你像以色列 像南韩啊 他们都是真兵制啊 哪里有人在那个 你一般能够说实施募兵制 那种是说 你真的没有说那种对话 你说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台湾 既然又有 又中国对我们有这个压力的话 我们 为什么我们要实施募兵制啊 那那讲到后来的话 这个江一华也回答不出来 叫那个叫国防部长 言明来说 就开始跟他说 说一些有的没有的 说募兵制 什么一大堆 不过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所以我们在讲说 这个科目的隐藏性 这个在实务上他们时常 当他们有压力的时候 他们就会这样 那再来的话就是 检讨政府组织 再造方案的预算成效啊 这个也是这几年 前几年行政院不是在讲组织 再造方案 那组织再造方案 我们要检讨它好不好 大概有两个 一个就是说 你用的人有没有减少 另外一个用的钱有没有减少 用的人来讲 其实我们现在政府用的人有没有减少 没有 所以这个用的人有没有减少 这个已经是不成功了 那现在像我们今年在预算审查 我们就来检讨说 那他用的钱有没有减少 你人也没有减少 钱也没有减少 那你组织方案在做什么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也是 在今年度审查的时候 也是要注意的一个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尾办的补助会忽难 他这些钱是要广结人们还是说 政策的论点还是充当门面的工具 还是说这个选举的装脚 我们知道说政府有很多的 这些补助会或者是什么 很忽难 那这些忽难这些钱了以后 给各个地方 这个钱是给谁用 他这个比如说给各县市的话 那这个地方所长的话 他就怎么样 这个钱的话我就给一些 我这个自己的派系或支持我的人 你去成立一个公司 你在做什么 这个钱就平时做绑装的利用 然后再来呢 就是说钱也不一定 是不是有做到说 真的是有用到该用的地方 这个在上个会期 就是在今年暑假的时候 八月份的时候 立法院通过的最后一个法案是什么 是那个 防洪治水计划七百亿啊 这个七百亿 这个防洪治水计划 这个不管三个党 我想任何一个政党没有人 立法委没有人敢挡他 为什么 因为这个治水钱 你如果说你把它挡下 哪一天真的台风来 如果发生水灾 会不会被人家骂死 人家去翻账说 这个是 这是民进党党的 这是台联党的 这是谁党的 会不会被骂 这个真的没有一个委员敢说 这个钱我们就不知道 但是这个你拉过了以后 是不是真的就是最好 不一定 还是要很注意是什么 他这个钱有没有好好用啊 因为我们这一次是什么 我们是第二期的 防洪治水计划 上一期的是什么 八百亿的第一期的 防洪治水计划 有时候我个人我看的真的是 会吐血啊 我们没有反对说 而且我们认为说这个钱 既然是防洪治水 这个钱这是跟人民的生命财产有关 这个一定要花一定要做 但问题是 那么多钱的话 我们有很多的首长的话 其中有百分之十二的钱 是用到哪里 他是在用到 我们一般来讲 你说防洪治水 你应该是做体育房 做水坝做什么 水沟疏通或什么样子 是不是防洪 是不是应该要做这些 但是他们有很多地方来讲 把这防洪治水 是要拿去河滨公园的美化整理 这当然也不是说 我个人认为说 你把这个河滨 河滨这个美化 这个我个人也不反对 但是你如果要做这个 你另外再编预算 你不可以把这个什么 你用什么 用美化河滨来做防洪 这个是不是开玩笑 这个如果真的大水来的话 你说这个能够防洪吗 那你要想想说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做 因为你把钱花在做这个提育 做水沟 这个人家看不看得到 没有人看得到 但是我如果说 把这个河滨 做一个河滨公园 怎么样 这个旁边我还有一个立个杯 这是某某县长 某某某市长 这个整理的 看不看得到那名字 看得到 那早上的话 很多阿公阿婆 真的去那边找结婚 去那边运动的时候 哇我们这里好漂亮好舒服 这是某某县长 某某市长帮我们做的 他会不会有掌声 会 但问题是这样对不对 这不对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老百姓有的时候 我们也是真的 立法委员要努力 我们老百姓也是 有时候像这种钱的话 我们要看 这个 这个钱的话是 有没有浮烂 事实上他是不是在广结人脉 还是什么 钱的话有时候我们要看 一个政府的执政的话 他该做事情要 并不一定要全部都让 人民并不一定要相信 我们看得到的东西 我们要去注意说 他有没有做一些 是我们看不到的 这个反而更重要 那第八个常见的缺点就是什么 考察会议的费用 或者是不是必要 就像目前很多的单位 都有很多的这些 考察会用 或者是会议 太过于浮烂了 这个 这个我想我不要举个 对不起我们不想 我们在座有没有台东来的 这个前几年 我们不是台东有个县长吗 台风来的时候 他 他一年不要说出国 多少时候 矿力针对就是他 就一个女性的县长 那是不是就真的很离谱 对不对 你县长的话 怎么整天都 所以 这个有很多的话 他就是把这一个考察 或者太过于什么 他是不是必要 是不是合理 我们在审查的时候 你这个议会的话 就是可以看 那再来的话 第九个说 各机关所长的什么 小金库林立 这个小金库 就怎么样 他这个有一些 潜质他自己的私房钱的话 他就可以怎么样子 比较好做事啊 他可以做个人的用途 这个各机关到 有没有小金库 这个我们在审查的时候 要给他注意啊 而且有的时候 他是一个非常的 这个我们知道说 像台北有一个故宫 有没有 故宫来讲 尤其这几年不是 那个中国路客来很多吗 去故宫的时候 大家都会买一些什么 纪念品有没有 像那个什么 像那个他有那个脆衣白菜啊 那个好像是 一个好像一千块啊 一千二啊 但是他那个成本一个 大概两三百块 大概就可以买做得到吧 他那个反正也是 谎的而且是假的 开模子来充英 那个其实一个的话 你看这一个利润有多少 但是这个钱呢 这个他们这个钱是 由谁在卖 由他们的什么 消费合作社在卖 我们知道说 这个消费合作社 我自己的印象 像以前我们学校 一般学校的消费合作社 其实消费合作社 应该只是一个便利性 不是以赚钱 不是以什么 他规模需要很大吗 不用啊 这大概就是类似一个 最多是不是像我们一个 7-11这样子 一个店就好了 但是你想想看 像故宫那个的话 他们是一个什么 消费合作社在卖那个东西 那赚的钱啊 就是他们自己的小金库啊 所以说类似像这种 各单位各机关里面有很多啊 这个都我们要注意啊 那再来的话 最后还有一个的话 常见的这些 疏失的话就是 追加议算 特别议算 常态化啦 这个也是我们要来注意的 就是说 很多单位 他议算 就是什么 追加议算 或者 我们知道说 特别议算 或者是追加议算 一般来讲都应该都用在哪里 其实我们要编第一亿杯金 第二亿杯金 其实都是说 要用在一些 突发或者是紧急的状况 对不对 比如说像以前那时候 我们921大地震 我们 我们那个 事前有没有人知道 会有这个大地震 不知道 但是真的大地震一直来的 我们要不要赶快复建 要 那马上要用钱 像这种钱来讲 我们特别议算 或者是追加议算 这样合不合理 合理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单位 来讲 他把这个追加议算 跟特别议算 都编的常态化 这个是变成是一个什么 他议算的一部分 那这个 这个都有问题 这个有问题的话 除了说他不合理外 还有更可怕的是什么样子 他这里面来讲 现在有些单位是怎么样 他这个追加议算的话 有的是什么 他们叫什么 小标 绑大标 这个怎么样 他 我今天我编一个议算 我做这个什么 做这个工程 或做这个 这件事情 我边只有编 编一亿 你看一亿很少 金额不大 然后怎么样 我看起来都 完全都没有任何的瑕疵 没有 你一亿 你一亿 你会让他去做 对不对 做了以后 然后他开始跟你讲 这个做了以后 后面为了什么 还要再追加10亿 那这个 这个就是说他们的一个什么 一个行政单位的一个技巧 就是说 他用一个小的支出 然后给你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项目 这些的话都是什么 很容易有问题这个 以上所讲的这十项的话 就是说我们在实务上来讲 我们可以看预算编制的时候 常见的疏失啊 那疏失这是站在我们人民的立场 我们是想想说 这是行政单位他的错误 但是如果站在行政那边的话 我们都看得出来 行政单位他们搞不好 这是他们个人的什么 你编制的美国啊 他们可能是透过这样 来做一些目的这样 好 那我们除了说了解这一个以外 那我们再接着下一单 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有关 那议算的话又更到 更实务上来讲 立法院的议算审查的一个实务啊 那这一部分的话 我要跟各位大概报告的是 这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 那我们审查 我们根据什么 那我们审查的期间 还有我们的目的的种类 还有我们执行单位跟重点 还有查核原则 还有处理的阶段 我们跟大家做这以上 这几点的说明啊 就是说我们的 这也是比较实务性的介绍 那我们立法院 议算审查的话 这个我们可能就是从 从电视上看到的是说 立法院审查 立法院开会要草草达达 其实不是 立法院来讲 它是一个很政治 很政治性的一个场域啊 但是这个场域啊 你看它在这边草草达达 其实它很多的作为的话 它还是要有它的依据啊 那我们预算审查 这个法院依据是什么 大概是这两个 一个是预算法 一个是什么 中央政府总预算 审查程序 一个是它的实质的 一个是它的程序部分啊 好 那我们审查期 第二个来讲 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说 那我们审查的期间是怎么样 刚才 刚才下课的时候 有人在问说 那这个 这个如果说12月份 这个预算审查不出来 会怎么办 这个 其实 还是一样会 还是一样会出来啊 只是说到后来可能要政治解决啦 那政治解决的前提 我们知道说 审查期间 刚才讲预算法 它有它的机会 那但是它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预算审查的话 它不同的预算 有不同的审查时间啦 这个 我们的审查的话 这个 如果像这个行政院 跟它所属机关 就一般的这些什么 公务预算来讲 这个的话 你就一定要在哪里 在年度开始之前 就要完成审查 如果说没有完成审查的话 很有可能 连公务员的薪水都不能花 所以这种的话 我们每一次看到说 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 立法院在挑灯业战 其实在赶的是赶什么 就是在赶这个啦 因为这个如果说没有过的话 大概真的是 整个政务都会停摆这样 那第二种的话就是什么 作业基金 事业基金 这种的话 我们的预算 刚才我讲说 除了公务预算 还有很多我们是透过基金的方式 也来执行 对不对 这种作业基金或事业基金 比如说国营事业 或者是像 我们以前 我担任我们国立大学 我们也是一种作业基金 那这个如果说还没有审查完怎么样 这个的话是法律是规定是说 你这个还没有经过审查的话 你可以按照 战案编定的预算先执行 可以事后可以追认 所以说这个在审查的话 这个是有在12月底 以前要完成的压力 这个的话是还好这样子 所以通常立法院会审查 先审查这一个 那这个的话就先已执行 然后会后再审查 那通常 审查的期间 我们知道说立法院 他一年有几个会期 有两个会期 第一个会期是什么时候 2月1号 2月1号到6月30号 这是第一个会期 第二个会期是什么时候 9月1号到12月31号 这是第二个会期 那这个通常我们议算审查 我们要审查是什么 下一年度的 像我们现在是要审查哪里 民国104年度 104年度的议算 什么时候会送来 通常都是在第二个会期 就是9月份那个会期 所以他们会在暑假 差不多七八月的时候 把那个议算送来到立法院 送到立法院来讲 是不是说一拿来以后 立法委员就可以审查 没有立法院的助理 也要开始去看去 所以通常都会在什么时候 在第二会期的中断后 才会处理 就差不多正常是9月 就是到10月份以后 因为9月份开议以后会是什么 先施政总咨询 总咨询完了以后 通常会到10月份才开始审查 所以说这个审查的期间 通常都是在每年的10月份 开始到12月这段时间 那有的时候 都有在暑假的时候 拿到议算书 媒体会有一些什么委员讲 其实那个是 收到议算书所做的发言 除了整体没曝光 跟一个行政单位 意告以外 没有耶稣利 所以真正的审查的压力是 从后段的 从10月份以后到现在 现在来讲 你要给它删除什么 或者是调整什么 这个时候行政单位是比较有压力的 那审查的话 我们怎么审查 审查大概 立法委员审查大概是 可以把它 审查种类把它分成什么 分成两种 一种是什么 策略性的审查 一个是专业性的审查 策略性的审查是指什么 以政治性的考量为主 这种东西来讲 策略性的审查 就是说我要表达 比如说像我们台联党 我们环队马总统的亲中政策 那这种的话 我们可不可能 我们把它入委会的这些什么 到中国的这些什么交流会 把它删除 可以啊 那这种来讲是什么 是一种政治性的一个表态 这种你问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就是 就是这种我们的政策性 我们就是要把你审查 或者说你审查 我会特别对入委会的预算 特别注意 这种的话就是什么 策略性的审查 那另外有一种审查是什么 专业性审查 专业性审查来讲 就我审查的时候 我会给你提 我会告诉你答案为什么 这种都是什么 我会以法规 快省法规 或者是各种的查核技巧 为主 我会跟你讲的是说 根据什么东西来审查 所以我们审查 大概 立法委员的审查 大概你可以 可以确定到 大概是有这两个 这两个属性这样 那我们在执行审查的 执行审查的单位啊 其实我们知道说立法院 立法院对于议算执行审查 但是其实立法院谁来执行审查 这个只是我们讲说立法院审查议算 那立法院那么多人 立法院谁来执行审查 立法委员啊 因为立法委员 他个人也是我们立法院 另外一个是 立法院的党团啊 这三个单位啊 三个单位真正的在执行 我们的议算审查 而且这三个单位 他们的审查的重点的话 是分别是不一样啊 议算中心来讲 他是 议算中心是属于立法院的一个什么 他的一个法定机构 那里面的成员来讲都是什么 都是公务员啊 他们这个是由议算中心 那议算中心来讲 他就是由公务员 由立法院他代表立法院 来审查行政院所送来的议算书 那因为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立法院的一个行政 一个部门 所以他的审查 比较强调的是什么 中性的审查 所以议算中心的审查 他的政治性比较低啊 他常见的审查意见就是什么 会比较一些什么 比较一些 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政治 比如说他会讲说 这个 那个每一个单位 哪一个单位他的影音 影音机太多了 EA聘雇人员比例太高了 或财务结构不良等 类似这样子的这种问题啊 这种问题的话 很多都是什么 结构性的问题啊 这种结构性的问题的话 行政单位 他就很容易就什么样子 很容易就可以加以说明 比如说像议算中心 比如说他对某一个 一个单位或某一个部门提出说 你约顾人员为什么太高了 或不合理怎么样 那这个单位他可能就可以跟你讲 讲说我这是配合什么 行政院的人力精简 所以怎么样子 我欲缺不补 那我欲缺不补 我的公务一定要推动 所以我要拼约顾人员 可不可以 他们也讲得很快 所以这种的话 这些问题都是结构性的 而且是很容易什么 你这种结构性的问题 如果没有结构解决的话 他这种每年从物发生的比例很高啊 所以议算中心 他们的执行的这些审查的话 会比较什么样子 比较自视 但是这些的话 他每一年议算中心 他会提出很多问题啊 那这些问题的话 有没有用 其实效果不大 这种问题 议算中心的审查所提出的问题 是比较适合什么 有些立法委员没有做功课啦 没有适当题材 而把它拿来充数 对政党委员个人的形象加分不大 因为议算中心 他每年会列出来 有个list出来 有很多的问题 那问题的话 大概效果不大 但是有一个用途是什么 如果说有些立法委员 他自己本身没有做功课 但是我们知道说 立法委员 你没有做功课的话 你可不可以 你说你都不发言 都不发言的话 你也很奇怪 你回去 那个什么样 你下一次要选举的时候 地方的选民都讲 某某委员 你在立法委员都没有表现 所以有些委员的话 他就说 在这个情形之下 他就去把这种议算中心 他们所提的问题拿来 拿来问一问这样子 那问一问的话 那官员也什么样子 你就是应付一下 他也给你应付一下 大家都在应付一下 所以效果大不大 不大 对委员有没有帮助 其实帮助也不大 那第二个来讲 第二个执行单位的话 就是立法院党团 立法院党团是什么 我们 我们会想象中 立法院来讲 就是说 我们的法律规定是说 你立法院 你如果说是说 有三席以上的立法 你一个政党 有三席以上的立法委员 你就可以组成 在立法院组成党团 那我们一般会有个印象 以为说立法院 他有关法案的审查 都是每一个委员 大家都在那边开会 其实不是啊 我们 因为你如果说 什么事情 每一条每一条都是 委员这样开会 这样表结或者这样 那大概一点效率都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立法院 有80%的法案啊 除了一些很重要的 或者是说 像两岸啊 这种意识协 或者是说社会 比较瞩目的 像最近的十安的这些以外 其他我们还有很多的法案 其实社会影响也不大 大家也不重要 那这些的话 怎么审查的话 都是透过什么 政党协商啊 那政党协商的话就是有什么 由党团来来来执行啊 所以党团在立法院的 运作里面 他也扮演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 那在议算审查里面 党团扮演什么角色啊 党团的话也可以对议算 提出删减或者是通过 以伙的这些权利啊 所以党团是属于我们 议算审查的一个什么 执行单位啊 那这个党团的话 他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通常是以党的立场 来检视执政党的施政报告啊 就整案来进行审查啊 这个党团的话 他比较不会就那些什么 那个议算中心的结果 他会比较 党团其实基本上是一个 比较什么 政治性的一个审查 他会审查什么 你的施政报告 或你的那个什么 像我们台联党环队 马政府的亲中政策 我们可以就他的议算 是我编列太高的宣传 会加以删除 那前两年的美流进口案 对不对 国民党动员把它通过了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怎么样 你这个美流进口通过 但是我们可以把 可以不可以把你相关的费用 全部删除 可以啊 虽然删除的话 没有办法改变说美流进口 但是最少可以怎么样 让他没有办法 所以你来另辟战场啊 大家再来炒一遍啊 可不可以 这种的话就是 党团在议算审查 他通常他扮演的角色就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看你的施政报告 你这个行政院你说 你要建前财政方案 你要照顾弱势 那我们就来看说 你的施政报告里面 你的议算 有没有做到这些 所以党团来讲 他的会比较按照党的立场 就整案性的来进行审查 这就是第二个执行单位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立法委员 委员个人的话 委员重要的是在议算审查到 委员也扮演了 那委员的话 可以就自己关心的议题 来进行序幕的审查 例如对Express 環保 这个比如说像我来讲 我来自于学校 我会不会对教育的问题 会不会比较关心一点 会啊 那再来的话 像今年议算审查 我有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我们这一个什么 社会上教育 有个很重大的议题 就是什么 十二年国教啊 十二年国教的话 我要不要多花点时间 多看一下 你说你要宣导 你要做什么 那你会用 你怎么用 对不对 那你十二年国教 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预算有没有落实 这个就每个委员 你自己的背景 你比较有兴趣的是什么 那有些如果说像那种区域 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比如说如果我是彰化 我如果我是彰化 彰化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我要不要帮我们的地方 多争取一些议算 或者是对我们地方的议算 要多加以什么样 支持或怎么样 因为你如果没有做这样子的话 下一次你要选举的时候 选民会不会支持你 就可能有问题喔 所以委员的话 他会比较就个人关心的议题 来进行那个 好那这个我们知道议算审查的时候 那审查的话 你要审查 你委员或者是你要怎么审查 审查大概不外乎有这几个 第一个最重要的你一定要审查 他的合法性啊 就是说行政院他 我说行政当委他所编的议算 跟法规是不是相符啊 跟法规是不是相符啊 因为我们知道说你政府的话 就是一定要什么 要依法行政嘛 你如果是跟法规规定不符的话 那大概没有什么话说 你就是你就是把它删除 或者一定要把它调整嘛 对不对 这个我们我们有很多的法规 有规定议算 你一定要怎么用 或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的教育金会 一定要站在我们的 我们的教科文金会 这是县法 本来县法规定说 我们的教科文金会 要占我们的议算的多少 那有哪些东西 我们要照顾什么 照顾女性 这种性的话 妇女的什么 我们法力有很多议算的规定 那第一个你一定要去看一下说 他议算编制是不是有合法性 那合法性完了以后 再来的话就是说 你还编着看他的是不是 合理性啊 合理性的话 第一个你要看说 他跟他的施政计划 是不是相一致 我讲了很多次啊 你可以从他自己讲的 他你行政院长讲的你的施政计划 讲的是一回事 我们在立法院立法委员的话 我们就听你讲以外 我还看你是不是真的 有没有要做啊 对不对 所以说你讲的施政计划 讲了一堆 那我来看你的议算 是不是真的跟他是编制的 是一致 而不是说什么样子 说的是什么样子 完全是两回事啊 就像刚才我有讲的 这个行政院长去基隆浮险的时候 反正就是信口开河 讲啊我们要怎么样 要把基隆港的西岸码头 那金融码头把它牵走 让基隆可以各化的啊 那这个就信口开河 就有人要回来看 你说你要做这个证件 但问题是 你连一毛钱的什么 的议算都没有编 你要怎么 你这个什么军港要怎么 什么迁移啊 这个就马上就被人家 要知道说你这是做假的啊 讲假的啊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跟这个施政计划是不是 第二个来讲 我们就进行分析性的 复合程序啊 什么是分析性的复合程序 我们知道说这个是 在会计上 在审计上有一个什么 会计上来讲 有一些科目跟科目之间来讲 有一些它的关联性啊 这个比如说 一个人跟你讲 讲说 我公司我都没有借钱 都没有负债 他这么说 那你可不可以去给他看一下说 他资产负债表里面没有负债 但问题你看他的损益表里面 他有很多的利息支出 那你就给他看说 那你这个利息支出付给谁 这合不合理 就不合理啊 那再来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他的资产 这个单位 他资产有变动有减少 那资产的减少除非说 他是刚好是按照账面价值来处分 如果说不是按照账面价值主问的话 他是不是有变卖资产的损益 不是赚钱就是亏损吧 有没有可能 比如说他把这个公司 或者是这个单位把他的车子 或者是说怎么样 机器把它卖掉 除非说他刚好卖的价格 就是他的账面价值 但是通常会不会 不会啊 那如果说是不会的话 他如果说卖的比账面价值还高 他是不是有出售资产利益 如果卖的比较低 是不是有出售资产损失 那如果说我们看他的报表里面 他有这个资产的变动 但是他却没有什么 没有这种出售资产的损益的 相对应的损益的情形 我们可不可以合理的怀疑是说 他把它卖掉的这些损益的话 跑到个人去了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类似像这样子的 你科目科目 去把这种 这个叫什么 分析性的复合程序啊 那这种的话 其实是非常有用 你如果说可以用这个 来给他插合的话 行政单位或者这些官员 他们有很多的造假 或怎么样 你就可以把它逼出来这样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趋势分析 跟历年比较是不是合理 用趋势分析啊 因为我们知道说 其实有很多正式的推动 都有它的延续性啊 那个比如说他今年来讲 他的人事费用跟去年应该 除非有大幅度的调整 要不然来讲 有些支出是不是应该都是差不多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说拿一个什么 你去跟他去年比较是不是合理嘛 去年的人事费用是 比如说是一千万 今年是变一千五百万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比如说去年来讲 他们的这个业务的这个宣传会 广告会 编五百万 今年编了一千万有没有问题 有 有问题 为什么会有问题 他可能是怎么样 像今年来讲 因为明年要选什么 要选总统的啊 对不对 会不会这个各单位开始就怎么样子 就要加长宣传 又要帮什么 帮总统选举的时候做文宣啊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啊 所以像今年来讲 你可不可以用这种 你以前过去每一年的 这一个支出的话都是多少 但是你突然今年增加多少 你就可以去 为什么今年有增加 这个都是什么 趋势分析 那结构分析呢 我们知道说 某一个科目 跟某一个科目之间 都有一定的比例啊 这个 你这个支出应该是占差不多 比如说你这个某一项的 这个修缮会 应该是维修会 是你的固定资产的多少的比例 那你去看嘛 是不是以前都维持在百分之十 今年为什么变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这中间有没有 有没有问题 类似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什么 合理性 那除了说我们查核 除了注重它的合法 还有合理以外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 政治性啊 我们在查核的时候 第三个的话可以 就是政治性 所以我 我从今天上课一开始 我们就讲讲说 其实议算审查或者是立法院 其实是一个非常政治的一个地方啊 立法院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一个 那他很多工作来讲 都可以考虑到这 这个政治性的话 比如说这样 反应羽群有没有 像最近来讲 我们是不是说 有很多的这个什么 这个食安的问题 对不对 食安的问题的话 这个羽群这个 这么样的情形之下 我们卫福部的话 他的议算 我们要不要特别注意 要啊 卫生福利部 你这个 到底你编了多少钱 你有没有在替人民的健康把关 那编了这些钱 你是不是真的有没有用在刀口上 你这个大家 这个什么 这个人民的这个 这个健康的话 你预算编的好 那钱编的话 你是不是全部都花在这个 是不是跟 都是在一些什么 出国旅游考察会 这个是我们 政治性的考量 我们就会什么 从以前这个 我们也会来重点 第二个来讲就是 政党的立场啊 这个执政党有执政党的立场 那反对党 在野党有在野党的立场 这个不同的立场 当然就有不同的这一个 什么样 政党的立场的主张 所以 我们在查核的时候 也会把什么 政党的立场 这个什么 这个 考虑进来啊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 地方的需求 尤其是 这种区域选出来的立法委员啊 要不要特别考虑到地方的需求 要啊 因为你这个地方可能 需要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特别的特别的因素 当然 你立法委员就可以考虑到地方的需求 你也可以来进行审查 这个 那当然第四个就是个人的需求嘛 你因为 不可否认的话 每一个 每一个 议法委员 他的背景一定是不一样嘛 所以 他能够发挥 或者是说他需要 表现的地方也都不一样嘛 你说像我来讲 我来自于教育界 我当大学校长 我在议算审查的时候 我会不会对教育的问题特别关心 一定会啊 对不对 那 我们 我们有很多的问题的话 这个 是不是说 这个我如果说我来自于这个 什么样的背景的时候 个人就有个人的这些表现需求 这个就是我们的 查核原则 我们大概一个合法性 合理性 还有一个是什么 政治性 好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 想说 议算处理的他的处理阶段 其实议算案也是一个法案 那我们知道说立法院的法案通常是 需要经过所谓的什么三读会 三读会来讲 那这个各个立法院 立法委员在这个一读会的时候 这个立法委员应该要提出足够的议算案 来凸显这个自己的党或者委员他的努力 或者扩大他的影响力 因为你立法委员你如果说你连提案都没有的话 那讲其实行政单位会最喜欢你这样子 因为怎么样 你说不提案的话等于你都不管他们啊 他们就没有人管 他们会不会很高兴 会很高兴 但是他们会很高兴 但是相对来讲你立法委员他们会不会重视你 就比较不会啊 而且人民会怎么来看你 你这个立法委员到底懂不懂 或者是认不认真 所以说你一定也要提到说 有一定量的什么的一个议算案 因为你只要有认真看的话 总是会有一些 但是也要注意啊 不可以提案不可以太过于忽烂 这个太过于忽烂的话 以前有一个立法委员他一次提了一千多个案子 那被操作就是什么 他是要跟行政单位 因为说实在的立法委员有些也是真的是良悠不齐啊 那立法委员他预算审查 其实这个是立法委员的一个什么 一个权利啊 他他他就是说反正都给你 那你行政单位就开始来什么 来跟他谈条件啊 那这个其实这个就立法委员这个也会出事啊 也不好啊 这个这个以前我在当校长的时候 我想就讲个例子啊 这个这是真的的例子啊 我在当校长的时候 那时候有个立法委员啊 他他他不是他自己 但是他是透过他的助理啊 就发函给全国每一个国立大学啊 然后就讲讲说啊 反正你的议算那什么东西要冻结要删除多少 那每一个校长接到立法委员会不会很紧张 会啊 通常校长的动作反应该怎么 一定可不可以说就不理他 当然不可以啊 一定怎么敢不理立法委员的意见 一定最少会叫总务长或叫会计主任 去跟他协商一下是什么问题 向他请教一下 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会计主任 跟我们总务长去以后 然后他这个立法委员 反正他们就跟他助理 就一个半黑脸一个半白脸啊 那他的助理就是把你你你协校找来 那立法委员跟你见面就开始 就他不是找你他就开始赞美 哦没有你们你们学校这个什么 办学绩效良好怎么样 那他开始就帮你骂教育部啊 教育部对你们太亏待了 听起来是不是很窩心好不好很好 然后接着呢他就讲说没关系我帮你们出去 我帮你们什么 教育部有一笔预算我帮你们争取 然后计划他也帮你写 然后他教育部沟通他也帮你去沟通 然后就什么 这个预算他就帮你争取下来 然后争取下来呢 金额有的一千万两千万 反正多少不等这样 然后呢有些校长 像我来讲我大概知道说 对这个委员我知道说他的封评我知道 有些校长如果说跟立法院比较没有接触 光看到这样 听到这样的被这样的对待 会不会很感激啊 这个委员怎么对他们那么好 他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就帮他争取预算 然后就配合他怎么样子 把这个钱争取下来 然后接着呢 他就要求说比如说这个灯管要帮你解灯 换LED灯 那厂商是要用他的 然后呢 这个一千万的东西搞不好 如果说我们自己去换 搞不好两百万三百万 那他就是一千万 那你真的跟他想 那这个学校是不是变成他的洗钱单位啊 有没有 是有这样的立法委员啊 这个就是说他就是利用这种 议算的时候来做这种事啊 其实这样好不好 不好 那这个后来我们在大学校长的时候开会的时候 大家一讲哦原来这个委员 人家就把他讲的贴标 这个委员就这么差 所以说这个也是说我们要注意 这个你立法委员你一定要努力 你要有相当的 但是不能够太过于腐烂 腐烂的话那就是说会有问题这样 那到二读会的时候啊 通常都会透过什么 政党协商的话 大部分的议算案 在二读会的话就要处理完了 因为二读会的话 就是说我们这整个的议算的话 你大概是各党的话 或者是说就要处理完 然后再来的话到三读会 叫定案的话 大概议算的处理大概有 应该算是说两种 其实是三种啊 第一种来讲就是说你把它删除啊 或者是一个是删除 或者是你这项议算我把你删除 或者是说没有你总共议算十亿 我给你统三百分之五百分之三 这些都是规定上 这个不管是删除或统三 在理论上来讲 是议算审查最后的手段 会影响行政单位上的执行 理论上是行政单位 他们是不是最在意 理论上是喔 但实际上要注意的 理论有些行政单位的话 他会把这些什么 他本来就不想做的责任怎么样 他本来要去照顾什么 这些哪些事 但是有些有些事情做起来 很棘手或很不好做 或者本来要去开这条路 或者是什么 有些行政单位来讲 我如果开这条路 但是这条路的受益者跟我的什么 跟我的政党或跟我的选举的受益者 是对立的 我愿不愿意帮他开路 我不愿意 但是我又不能不愿意 那最好你把我删掉 然后如果说人民在骂的时候 他就可以推说 这个预算被立法委员删掉 被立法院删掉 这个是要注意的 就是说 有些立法院想说 好我就把你删掉 你会最怕 其实有的时候 其实有些行政单位 是会利用你把他删除 他推卸他的责任 或者是说 那你说好 那我就不要把你删除 我把你统三 比如说统三百分之十百分之十 那统三的话会稍弱 预算控制 但是也会 甚至会给 你把他删除 你要注意到 比如说你这个 某一个单位 你给他统三百分之十 但是他回去 他不是平均每个单位 他会怎么样子 每一个所长 他可能也会对 有些东西 有些人是他比较喜欢的 部署 有些人他比较喜欢的 他就把这个立法院 统三的全部都给谁 塞给他不喜欢的 有没有可能这样 有 所以说类似这种的话 就是说 我们在执行删除统三的时候 要注意这些 有可能是变成给基山所长 调整他好物单位的预算空间 所以删除跟统三是 理论上是一个很有效 但是要注意他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 我们就是冻结啊 其实我个人认为 冻结的话反而是 行政单位比较害怕的 冻结是说 我预算我没有给你删除掉 但是 我暂时给你冻结 那你要来报告完了以后 你提更进一步的计划 或者施行的说明以后 我再把你删 我再把你解冻 你才可以用 那冻结并不代表删除 行政单位他还有执行的压力啊 但是冻结的话 会压缩到他们的执行期间 较有杀伤力啊 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 议算的处理到三读位的话 大概我们最后会 删除或者是冻结啊 那其实有的时候 冻结是反而 那个对行政单位来讲 他们可能会更在意这样子 OK 好 这个 好 那剩下最后一点时间 这个 讲到我们今天最后一点时间来讲 这个是我们议算 这个 议算来讲 理性议算是天荒夜谭嘛 这个 很多人都会讲 讲说我们这个议算 应该回归专业要有理性 但是 真的有可能吗 好 因为我们很多人 尤其一般民众会看到说 我们很多的这些议算的话 好像一里外操场到 好像议算 那看起来好像是 我们有可能讲说 我们要回归到这个什么 理性议算 但是 这个 理性议算来讲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天荒夜谭 这个 本来时间如果有的话 我本来是 老师是打算开玩说 我们大家来 来讨论说 我们有没有办法 让我们的议算更好一点 这但是 这以后讨论下来 可能没完没了 但是 可以回去你们自己做一个思考 第二个来讲就是说 见证议算的迷思啊 我们知道说 议算每年都重复 都花那么多的人力物力 但是其实议算里面有很多 因为有很多的公务的执行 它是有延续性 而且每年是重务性的 我们也没有可能是说 只有就那个什么 有新增或变动的部分来审查 这个也是一个议算的新的意思啊 但是 这个 也有人很多认为说 这只是个迷思啊 这个 你如果说是只有增加 那有就的话 有很多消化议算 很多就会继续来 所以 现在有很多 国外的这种议算的理论 是在讲 零基议算 像类似这种的话 都是见证议算的迷思 这个也 值得我们来讨论一下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 第三个就是 也是我们做一个结论 就是有字天书啊 难把关啊 我们知道说 以前我们看小说 都是讲什么 无字天书 一般武侠小说 我们都会看到什么 一定是一个 忠厚的年轻人 他背了几乎 然后他什么 意外到什么 在荒郊以后 遇到一本无字天书 然后他就 练了武功 从出江湖 行侠仗义 是不是都是 小说是都这样 那 这里面大家都会 很好奇 那无字天书 一定很难啊 那 我们的议算书来讲 绝对不是无字天书 它都是数字 它都是文字 但问题 议算来讲 对很多人来讲 它基本上来讲 跟无字天书 也是差不多 虽然它是有字啊 把它叫做有字天书 也不为过 但是很多人来讲 也是把它真的是很难 这个很清楚的把它理清楚 所以说像今天来这边上课 我觉得是说 我很佩服各位 我们可以用很短的时间 两三个小时 我们大家来讨论这个 这么枯燥 然后这么专业 讲一句子爱的 这个课题 真的是 各位真的是不简单 那我个人更佩服我自己的勇气 能够想要 能够想要利用这么短的时间 跟各位介绍说 这种议算的这些审查的这些观念 因为这个观念来讲 因为我不知道各位 甚至我在猜想 我们各位里面很多人来讲 甚至是基本上 连议算的基本的概念 说不定 因为这不是一般人 不像是说我们开车 或什么每个人都 很多人 我相信说我们在座很多人 说不定以前 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话题 那我竟然敢答应 就是说我们的秘书长 说可以用两三个小时 来跟大家上这个课 能够说让各位 不是什么 不会边上边睡觉 这个真的 我也很配我自己的勇气 那但是在这里的时候 我要跟各位报告来讲 其实最少各位能够说来学习这个 来关心这个公共的事务 其实这基本上是很值得的肯定 因为我们听这个学这个 并不代表我们一定是要做这个事情 但是做一个现代国民来讲 我们确实是需要有这方面的能力 就像以前我们携开车 可能以前你是要当司机 你才携开车 做一个现代的国民来讲 我们大部分都会去开车 都有驾照 但是我们并不是要当司机 只是说怎么样 我们生活在现代的生活里面 你不会开车就很不方便 同样的我们如果说我们不懂得 这些议算公共领域的这些财务的支出 有些观念如果说我们不稍微把它注意一下 说不定我们都永远都一直停留在什么 错误的或者是也不了解的状态 那不了解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说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公不义的地方 那这个东西我们如果能够说知道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挥社会一种议论的力量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公不义 我以前当校长的时候是有点感觉 但是去当立法委员我感觉更深刻 举个例子来讲 最近我们时常在看到这一个什么 我们这个食安的问题 有很多厂商他们赚起了暴利 但是以前我大概不知道 我当立法委员我财政部长 我发现说我们国内有一个第二大的食品厂 他一年的营业额有四百多亿 但是他过去三年所缴的营业税 不是营业税 不是营业税 营利事业所得税 你们猜他缴多少钱 连续三年 每年他缴的营所税是多少 你知道吗 是零 我想第二大的我想我不用讲 你们大概也知道是在讲哪一家 你看他这样子来讲 伤害大家国人的健康 他这个是争取很大的暴利 但是你看 连起码的这个缴税 三年的话一年四百多亿 三年之后一千三百多亿 但是他缴的营所税来讲 竟然金额是零 所以那一天来讲在财政部 所以在以我自己以前是当 这个当校长的本来来讲 我们讲话应该讲 但是真的是不禁都很想要破口大骂 说这个社会这样子 还有什么公平啊 所以说我认为说 这些的话 我们各位如果说有心的话 我们能够了解一下 真的这个社会 还是有很多需要 我们大家来努力的地方 那 这个时间 刚刚好 我想我以这个时钟的话 现在刚好是到下课时间 这个很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上课就到这里 谢谢 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谢谢赖正常赖立伟 带来精彩的演讲 谢谢 我们下课休息20分钟 休息20分钟